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Jimmy 然後 哇 其實大家確定都是要來聽 跟Juple相關的 還是要來聽Scalability 通常講到Juple不會有那麼多人 對啊 那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Juple的 一個成長歷程 所以說今天其實是過去 大概從2005年 開始接觸Juple 這好像有點小 沒關係 對 大概從2005年開始接觸Juple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在開始 在試著Juple台灣的社群這樣子 那 當2005年之後 我們就 過了幾年之後 我就開始成立公司 這公司都是 都是專門以Juple為主 然後幫NPO去做網站 然後 當然也做了一些 大大小小的網站 那 再過了兩年之後 因為我就是 我的歷程就是 去把Juple結合成為一個 我們自己的產品 專門是服務費力組織 然後他們就來跟我們 申請租用 有點像是 SaaS的服務 那Juple 在過去10年其實也變化很大 因為你看左邊的一個 我是從4.6 4.5、4.6開始 現在已經到7.0了 那它裡面的變革啊 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今天是想說 欸 其實 很多痛啦 對 這個變革非常多痛 那不如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小小的一個 可能是架彈軟體 它怎麼變成 可以scaling的一個軟體 但是 為了 就是 破題一下 就覺得說 其實啊 因為是忠實的Juple了 所以常常會碰到人家說 為什麼要用Juple 為什麼不要用Juple 幹嘛要用Juple呢 因為Juple好多問題喔 它不過就是一個 用貓掌按一按就可以 做成的網站的東西 不是給工程師用的 對啊 那它太簡單了 我工程師我要 能夠掌握自己的軟體 這是一種想法 那其實也沒錯 因為它在某個層面上 滿簡單的 所以它就會很多人去使用它 那還有一個 這是一個笑話 不知道後面看不清楚 下面的三個曲線是 Juple啊 什麼Wordpress啊 的學習曲線 然後上面這個黑色的是 Drupal的學習曲線 就會看到 學習曲線會往後退 因為大部分可能聽到Drupal 然後開始用 裝完之後 學一學就覺得 我還是不要用好了 所以在懸崖一端 還有很多人上調 然後繼續用一用 就有了 還是被推土機推走 最後剩下來 就像我們這種人 所以今天還是有很多人覺得說 Juple很難用 它學習曲線太高 當然對於開發者 或是對於使用者都有可能 當然更為人詬病就是說 Juple好慢喔 我自己寫的快多了 這是滿常碰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算是一個免責聲明 跟大家說Juple 其實它已經有很多缺點 甚至更多缺點 超多缺點 比如說它不是用物件導向寫成的一個application 它不是它沒有ORM 然後它甚至有人說 因為它是用PH寫的 各位你們說 這個合理嗎 對不對 用PH寫的就被人討厭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對 有人這樣說啦 當然是一些hater 那還有說 而且它的版型很難做 甚至說 那我個人 比較唯一 比較認同的下面這個 它其實很難做deployee的動作 比較難做staging的動作 不過總歸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愛 對 是喔 對啊 那幸好我還有一點 對啊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簡單分享兩個點 應該是兩到三個點啦 對啊 第一個就是彈性 那 不過我主題是此個 Celebrity 我不會騙大家 後面一定會有 那先講一下彈性 那出口是一個就是多功能的駕駛軟體 所以它可以拿來做各種各樣的東西 比如說我自己的blog 然後官方網站 然後或是一個簡單的社群 然後或是shopping hard 或是一個高流量的一個media site 甚至video photo 的我個人blog 然後或者是一個社群 它是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做討論 配慾力的一個 算是直網站產品 這個美妝的討論就會在上面發生 然後這是一個 QA-like 就是stakeoffer photo-like的一個配置 那實際上大家可以在那邊做QA 可以看只有零按一票 對啊 因為要經營社群沒那麼容易 架網站可能比較容易 那 這是一個video portal paypal就是公共電視的一個 一個video portal 公民新聞 然後公民記者可以上去 去上傳他們的影片 不是上傳到youtube 是上傳到他們自己的server 然後出國拿來做video的一個播映 那這是一個 算是intranet的一個知識系統 那大概就是很簡單 大家可能看到形勢力 或是我有什麼活動 我有什麼表單 然後有什麼一些知識庫的可以下載 大概是主播也可以拿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只來做企業 大企業的intranet 甚至可以拿來做手機的一個backend 因為手機其實是 我可能frontend是要呈現給別人 那我backend可能就要一個地方 給編輯上稿 甚至是去上傳一些圖片的部分 主播就是一個CMS 然後當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還是國外也有不少案例拿來做非常大流量的網站 比如說像data.gov.uk 就是英國的 英國的data portal 英國政府的data portal 那它的皮是主播 那它後面骨子裡包的是SeaCam 它的data存在SeaCam裡 但是主播就拿來做了網站的一個CMS的平台 內容啊 像他們說我最近發表什麼app 他們都用主播去存 那這個雜誌是蠻常見的 就是像那個經濟學人雜誌 它已經用了大概四五年了 都還是選用主播沒有退掉 對啊 所以新聞平台蠻多人能用主播 那講那麼多開始 其實是在講說主播其實是有一個彈性的 那如果這個彈性啊 我們可以簡單去講 其實我們右邊這個圖就是說 一般來說使用者通過就是data的層面 我們就會先把資料上一上 然後其實會裝裝module 然後去做一些block or more manual的設定 其實都是按一按啊 然後使用者的權限設定好 然後最後去做一些seaming的動作 就是去做一個開發 所以它其實真的是設計給一般使用者 就能去做的事情 但是它又有點像一個framework 那我待會就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其實在主播在做一個網站的時候 比較像這樣 我先問一下 這邊有安裝過主播了 可不可以舉個手 那幸好我現在接下來的同一篇應該可以 可以讓大家理解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不想要裝主播 沒關係我可以很快讓大家看過一次 我們一般來說會設計資料結構 那在主播裡面 它就是這樣按一按去把資料結構設計出來 所以這個PHCAM的一個議程 我就簡單去設定了幾個資料結構 我要有講者 我要有議題 我要可能有時間 然後還有它Effeta 那在設定資料結構之後 很開心的 我在主播就會得到一張錶單 那這樣表達你就可以讓管理員去上資料 編輯去上資料 所以這一切都還沒有碰到程式 對 那在接下來就是 如果我開始要把這些資料做一些應用的話 主播這是一個主播後台的設定頁面 這個畫面有點不清楚 我們看到左邊這邊其實是本來的設定頁面 然後當它點開來之後 它就可以把這些欄位去做一些 去把它拉出來 我要拿哪些剛剛的資料的一個欄位把它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 那我又拉了這幾個欄位 它就可以變成 這是樣式1 這是我們一個page1 就是說 我可能是要講者的一個speaker的一個簡介 然後剛好 那一場是fetch的一個演講 就把它拿來做 一起來擺一下 不然只擺自己很害羞 那另外一種 就是說我一樣該剛剛的一個設定頁面 我們叫fuse 然後我去把它改一個樣式 我把它改 改成表格 那我可能裡面的欄位 我可以把它按按去設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它就可以變另一種樣式 然後這可以做tintable 或是做一層表 這是我拿來做一層表的範例 那另外一種就是一樣是說 其實我也可以把它變成json的格式 所以我可以把 剛剛我後台可以去寫文章 那我輸出 我可以輸出純粹是json的格式 所以其實json的格式 其實json在一個內容管理上 他做了一個非常基礎的東西 讓開發者可以按按按按按就來用 其實不一定是開發者 很多人開始學json 他不一定是php的開發者 但是如果是php的開發者 會享受到很多好處 那因為剛剛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query的generator 為什麼講這些 因為我後面還會講到 就是說它其實是產生一條條的sql 那這些sql就可以拿來做重複運用 那這是特色E的彈性的其中一個要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用json其實是這樣按一按 但是它背後json還有很重要的設計的一個想法在 他就是說我module其實sql的module 一般都是我也可以寫你也可以寫 不是json他release出來的一個module 其實是他們必須要一起合作的 或是說大家都想希望能夠直接跟別的module合作 不要再重複做同樣的事情了 那這個畫面其實是captcha captcha這個module它也是sql的 那有人就開發出來 可是它不是開發出來直接一個 不是只是直接一個captcha的功能 他就說如果我要開發這件事 我不如開發一個框架好了 就是讓其他的開發者也可以拿專心去做captcha 那我就把sql的表單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我給他一個選擇說 這個表單我是要數字的一個captcha 這個表單我可能是圖形的一個captcha 所以它其實是做一個開發的框架 然後這個是在sql裡面非常被鼓勵的一個事情 因為大家鼓勵說大家其實是模組之間必須要互相合作 所以我們後來就看到一些結果 比如說其他真的開發出非常多不同的captcha 都是用它的一個framework 都是自然形成 因為我是開發者 我就不希望我再去做同樣的事情 我當然是用你已經做好了一個框架去幫你把captcha加上去 所以有拖拉式的captcha 然後也有這個是asci-colorcaptcha 然後有captcha或是圖形式的等等等等 那這只是想要希望讓大家感覺一下說 其實在這件事怎麼產生呢 諸可它其實是有一個infoque的一個部分 就是讓彈性能夠彼此去 module之間能夠彼此串聯 所以module可以去繼承別的module想要互交的功能 所以像它有點像javascript的trigger 那它這個module讓我需要 這個是captcha的module它寫的 上面這個是captcha的module它寫的一個API 它就說我要去找 如果別的module已經有這個功能的話 有什麼功能呢 我就是產生圖片的功能的時候 那我就去把它交過來使用 那別的module就只要寫這一段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螺絲基在裡面 就是呼叫這樣的一個function 只要functionnet跟它一樣 那它就會被呼叫到 然後拿來做模組件的彼此合作 那其實今天不是 主要目的不是要講解這個 讓大家有一個感覺 什麼叫諸可的彈性 前面講得很快 因為我怕被說 怎麼都沒在講scalability 結果發現都沒有用全螢幕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Juple的一個程式下 會碰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本來只是要做一個小小的新聞站 但是結果沒想要變成一個社群的Poto怎麼辦 那當然是要有一些Server的架構嘛 那在一個Server的hosting的架構 算是蠻常見的 你們前面擺一個law balancer 然後中間有很多PHP的 PHP的 HTEP的PHP的一個Server 然後最後端可能是Diabase 那理想上 我今天來跟大家聊的都是 那個scale-out Horonto scaling 那scale-out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Juple要能夠擺在這一台Server上 這一台Serv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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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一直擴展下去 那我的SQL Server也是 我當我需要 買SQL的負債力過大的話 我能夠分離出來 然後一直加買SQL下去 好 理想上是這樣子 我如果要做scaling的話 那要做這件事有幾個難題 就是如果在寫PHP了 應該各位可能也有一些經驗 譬如說 我其實是前面的law balance 是自己幹 自幹的 自幹的law balance 就是我可以用reverse policy 那這可能就會有點差異 要小小改一些東西 那這個Juple也有一些經驗 那或者說 因為你的Session是怎麼存的 這個Session 我應該要跨機器存嘛 然後 或者說我的檔案是存在哪裡 我是不是每一台都能夠 有一個中央的一個檔案儲存系統 或者說 那最後一次Diabase的query 我到底是不是能夠 讓它正常去scaling out 會有這幾個要點 所以我接下來就會跟大家 稍微聊一下 那reverse policy 其實 那其實 如果你是用 直接去買一個硬體的law balance 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reverse policy的問題是 它其實是 轉介過來的 當request進來 我通通到一個 policy 那它 我這個application server的時候 PHP其實接收到的是reverse policy的IP 那如果是用 如果是用remote address remote address去拿的話 一定是拿reverse policy的IP 那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要真正取到使用者的IP 就會有問題 那tupor它的API 要去把這個IP這邊就包了起來 自己寫了一層邏輯 那邏輯這樣簡單 只是說 如果你的設定上 如果你設定是要用reverse policy 設定要用reverse policy 那我的header 我就去拿的是 ltepexfororder 這也是一個慣例 就是我reverse policy的一個轉送 它的IP 是用這樣的方式轉送進來 那 在了解這樣的狀況下 所以其實我們在 這是一個ngins的一個sample 就是說 ngins我可以當前面的reverse policy 那它可以吃很多的request進來 但是我當要把真正的IP 轉回去的時候 那我就是要下這個header 這樣子的PP 在application端才能真正吃到正確的IP 這是如果要做scaling out 一個小小小的技巧 就是IP address 其實要自己包起來 這樣你以後要做scal out的時候 其實你就去把IP address function 的邏輯改一下就好了 甚至寫一個gmail API 那接下來比較麻煩的是setion 因為setion 它有一些必要的條件 讓它做得更好 首先它要能夠去切換一些 不同的story engine 然後它可能要中央 因為我不可能 我在購物車下單的一個 我在這個頁面 我先第一個request進來 我到這個server的產生頁面 我存在這裡面的一個購物清單 結果到下一秒按下一頁 它到這裡面就沒了 那所以setion 已經是要centralize 可是如果我存在一個檔案系統的架構上 它可能就存在這台server了 所以它在scal out之後 就會碰到一些問題 那當然setion要非常快 對啊 如果你是匿名者都可以 每一個使用者都有一個setion的話 你都已經需要用到scale out 通常你的流浪已經到一個程度了 所以setion要快 那juport就有悲劇了 juport6以前它的悲劇是說 setion它存在db 所以它在啟動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 它非常很簡單很簡單的 就一行就把 這是以前 就phe以前它把handler設定的方式 就把這一類function設定完了 然後這一類function是什麼呢 就寫實了 就是說setion你要儲存的時候 你就是要寫setion 你就是去把setion的table 去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這些程式碼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這樣子的狀況就碰到一個難題說 其實db不是布定那麼快 對有些時候db 如果我什麼事情都要放到db的話 它就不夠快了 雖然它是centralized 雖然它是已經解決了scaling out的問題 但是它不夠快 那juport7就稍微把這件事改善了一下 這是juport的core juport的核心 它一樣在bootstrap的時候 我就把setion的部分做一點點的plugable 就是說我可以自己寫一個setion.inc的檔案 去取代代原本juport 存在db的setion 那這個就出現了一些曙光 因為我不用去hackjuport的core 當然我以前直接去hackjuport的core 把這個全部都改掉當然也可以 那當然就有人去幹這樣的事 只是你當juport發生security hole 或是你要升級的時候 你就會很痛苦 因為你要去比對到你自己改了什麼 那juport升級改了什麼 所以我們都不去改核心的狀況下 它基本上就要提供一個 可以plugable的一個方式 那這也是很簡單 純粹就是寫一行 就是讓你自己可以include別的檔案 其實這個非常不漂亮 非常醜陋 但沒關係 因為juport是隨著時代演進的 當他發覺說 他自己這種方式不大其能 他發覺我搞不好可以找一些外援 那juport是以自幹為著名的 就是什麼都自己寫 IP function自己寫 session handler自己寫 然後file API自己寫 file API自己寫 file API自己寫 都不去引用別的 library 當juport終於開始 我去考慮symphony的一個API 所以他把symphony的核心 放到主口裡面 然後他把它放到 一個fender的一個資料夾底下 所以symphony在session handling 就比較完整 他就是說 我就把在php的一個session handler session handler上做一個 做一個interface 所以我可以隨意去plugable 現在支援symphony的任何的一個setting 儲存方式 所以我們回到這裡 所以其實理想上 所以我個人經驗 我如果存session 我一般來說 都會考慮要存在 Memory cache裡面 那我有一個主要的Memory cache d去儲存所有的session 因為Memory cached是夠快 而且它是server crime的一個架構 所以當每一台都連線進來的時候 那基本上都是去 某一台Memory cache去拿 拿這個session 當然隨著php的演進 session handler也變得更漂亮 好 去解決一些問題 session完 其實這個file story 才是我真正的痛點 因為檔案上傳 通常你們架一個wordpress 或是我自己寫php 大概就是檔案上傳 然後存到資料夾就好了 我們在以前沒有什麼 Amazon S3的這種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存在檔案裡 然後又把它餵出去 但是可想而知 我傳上來這個檔案之後 我另外一台要怎麼看得到 同時存的 然後我會不會按下一頁 它就跳到另外一台server了 那這當然有一些解決方式 就是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Drupal 6的時候悲劇 因為它的檔案就是 我們剛剛有稍微聊到一下 Drupal到底怎麼去跟其他模組合作的 它的API就是一個hook system 所以當我 我今天覺得Drupal寫得不好 我可以去改善它 但我不要去hacking code 我就要去用這個hook的方式去寫它 但是Drupal 6在所有檔案的處理中 只有在它下載 檔案下載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個稍微去改它的動作 那完全無法解決 當我這台server上傳完 我另外一台server看不到的問題 好加在 Drupal 7把整個檔案的API 大概就把它補齊了 那補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簡單講 我有幾個需求來解決這個問題 當我上傳完的時候 我是不是能夠trigger一個 command 當我可以同時上傳到s3 或是我上傳到ftp 或上傳到我自己 Centralized的一個file storage 然後可以 因為我有hook file copy 當每次檔案上傳完 有copy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trigger這個動作 我自己去寫一個module 去做這件事情 沒問題 好 另外 如果當我要呈現一個網頁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檔案的網址 我本來是從local的檔案網址 我換成cdn 因為現在都用cdn 其實可以 因為在每次呈現的時候 每次呈現頁面的時候 他連會叫一個hook file alter 那叫這個東西 他就會把頁面上的一個網址 去做一個轉換 那我自己也可以寫一些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 那如果是我要是 叫這個檔案的物件起來 我是不是要能夠去streaming 我自己去建立一個fileserver 那當然也可以 用hook file load 那就很簡單看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要去把檔案換成 從cdn拿下來 其實在Juple的一個API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我自己猜一個module 這是我的名稱 比如說我叫jimmy jimmy之module 然後filepearl alter 然後把uri傳進來 那這邊就改什麼 它就會呈現什麼 所以Juple他把這個API完善之後 我們發現Juple在檔案的scanning out 變得沒那麼困難 那沒那麼困難 當然也不用自己做 因為這就是社群 比較強壯的好處 就是說有人就開始 那我不如再把這個API 包一包 變成一個storage API 所以我就 現在我在Juple上 我就是下載這個storage API的 sirparty module 它就可以 到檔案上傳的時候 我順便存到ftp 或是我直接整個檔案 塞進這家base 當然是很不建議 或是我存到s3 或是rexbase 這樣的一個檔案儲存系統 所以在Juple7 算是真正解決了檔案的scaling out的問題 好 最後一個tone Database scaling Database Database在 現在都是MySQL有點不大紅了 這樣子 大家很喜歡MongoDB 我上一場才去聽MongoDB 還不賴 可是Juple好像沒有那麼容易用 但是如果啊 我們的Database的 Extrate layer Database的query layer 是沒有寫好的話 我Juple是很難接到其他的Database 去支援他們的SQL語法 那Juple在Juple6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快樂的query 就是我下任何query 我就是直接寫就對了 那這當然是對於下query很快樂 但是在做scaling的時候就是很悲劇 因為你要寫 除非你能夠去把這個換掉 你自己去寫一個query parser 然後把query去取出來說 哪一些是write query 哪些是update query 哪些是slab query 就讀寫分離的query 不然的話 你在做scaling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去處理說 如果我買Mexico有一台master 有一台slab的一個replication 要怎麼辦 那Juple7的時候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他把整個query的都包好 我以後去下query 我沒辦法再向前去下了 雖然這不是ORM 但是他還是一個extray layer 那包好之後呢 原則上他 所以這跟剛剛的query就一模一樣 反正就是一個table 然後去把一些field去select出來 然後他的ID等於什麼 但是他把它就包了一個自己的方式 但是這樣的好處啊 就是說 我直接做select的時候 是知道dbselect 我做update叫做dbupdate 那我就已經把它抽象化了嘛 抽象成做出來 我就可以把讀寫做分離 那當這個query已經都已經 欄位和它的下的條件都結構化的話 那理論上我的query應該也可以轉換成 別的Diabase支援的query 所以他就是這個東西是建立在pH3的pdo之上 所以pdo支援了 基本上珠寶這邊就可以支援了 所以珠寶在珠寶期去順利解決這一部分的問題 那解決這個問題到底怎麼去解決scaling的問題 因為scaling它是 我幫我傳聽文章的時候 我是寫嘛 那我讀的時候我是select 那傳的時候是update 那如果我能夠在看頁面的時候都是到slave server 所以我買SQL有無限 有可能四五台slave server 但是我寫的時候只有在master server的話 是不是可能的 珠寶在珠寶期的話去做了這個動作 就是在我設定的時候 我可以照我的hosting的架構來設 所以我有一台主要的master server 就是default 所以所有的update query 或是所有寫入的query 全部都會跑去那台server 這個info query array就是那個server的資料 那我也可以去設好多台其他的slave server 那在這個slave server下面 如果我設了三台 那他就會去做random 所以在每一個連線 每一個連線進來珠寶的時候 珠寶他在slave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我每一個連線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去隨機挑一個slave server 去吐出來 那當你的query真的是要支援slave query的時候 那他就會從這些server選一個去吐出來 他的一個設計邏輯是這樣子 那不過我就講了那麼多層次 其實對珠寶的實際上是還蠻輕鬆的 因為我剛剛在最前面有講到說 其實珠寶有一個很強大的query產生器 他按一按按按按 query就出來了 那query出來之後呢 沒關係他還可以設定 我這個頁面當我是一層表的時候 就只是呈現 我們要做update 那我就來用slave server 所以我可以指定 我可以指定某一些特定的query 是用slave server 然後其他query是用update server 我可以特別指定 啊 流量高的一個query 或是流量高的一個頁面 來用slave server去做設定 不過前提當然是要 比較了解出口 不過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其實 大貝斯的一個苦啊 終於在出口期做了一些改善 然後當然啊 出口期之後 因為他的extra level已經見出來了 所以當然supdate的人也開始做了一些動作 以前啊 我要去還是要寫一個query parser 現在不用了 因為我autosave 我直接根據上面的正列 就可以去做到這些事情 那講了這麼多痛點啊 就是說好像珠博解決了不少scale out的問題 那到底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問題 到底一個只是用來駕站的老軟體 到底為什麼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出口已經拿來用到很多 不只是一般的personal的blog 當然有很多企業的solution 或是政府的solution 所以他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胖了一點 因為他 你看出口6的時候它是1.2Mb 這是下載安裝包 然後出口7 這是不精準的 只是給大家一個感覺 一挫其實是3.52Mb 啊珠博帕是15.99Mb 那珠博帕當然也包了 因為包了那個siphony 那一些separity的library一起進來 那所以珠博帕它眼鏡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它一定會功能越來越多 因為它是一個application 它不是一個framework 所以它可能會越來越走 那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 那使用者只好哭哭了 那幸好我還沒有哭哭 那所以它其實是 就是絕對啦 絕對啦 因為在它的彈性的一個架構下 你每一個 如果我裝了50個module 或者裝了100個module 它的hook assistant 它的協同作業機制 一定要去少過那麼多 那麼多module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一定會慢 它不是最快的 但是它有彈性 但是它可能是可以用的 目前的珠博的狀態是這樣的 跟大家推廣一下 但是我個人有一個簡單的結論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一個 只是一個架站會長成這樣呢 其實它最早開始 珠博在4點多的時候 它是以PFP的寫法非常簡潔 然後全部都方形容 完全沒有OOP為著名的 這是還滿吊詭的 就是跟現今的取向出來就不一樣 因為大家都希望程式碼架構 其實是OOP導向的方式 它其實是希望開發者 能更容易進入這個軟體 就算我只是一個PFP的新手 甚至後來的取向 發現很多都不是真正的engineer 但是他當上學了珠博之後 他可以透過珠博的一個邏輯 我一樣 雖然我不是工程師 但我一樣可以有工程師的邏輯 我只是不會寫程式 但是他有了這些邏輯之後 他可能可以進階到寫程式的地步 所以它是一個讓人 讓人進入門檻低的東西 當然它不像Wordpress那種 進入門檻低的 因為它是for developing 然後我就把金目疊疊疊疊 就做成我要的珠博 結果發現過了幾年 我要企業的solution了 政府要我的solution了 所以我要一個好的架構 所以才會開始OOP 開始做scaling out 然後開始把一些未完的東西補齊 所以他現在有點是不像 雖然scaling out是可以解決的 但是他不是所有東西都像framework 那麼完美 因為他就不是 但實際上他的缺點就 我覺得 就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你真的想要開發出口的話 就是要比較深入去了解 比較容易去掌握他 覺得我駕馭他很開心 但不然如果駕馭他就 就像懸崖一樣就退步了 那或是實際上他並沒有那麼彈性 比起真正的framework 因為framework是從framework開始自己去堆 那祝寶他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 自己一些規則和框架 所以他比起framework我絕對不會那麼彈性的 而且真的要scale out是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 但你要有經驗 如果沒有經驗 我最後我疊了 我可能裝了100個200個module 我要scaling out還是一樣慢 所以其實使用珠寶 使用webulation還是有一個經驗 最後總歸一句話 就是沒有愛嘛 但是我覺得沒有深愛過 我怎麼知道他的好和壞呢 對啊 就像 怎麼沒有寫過PHP 怎麼可以說PHP的壞話呢 雖然我知道他有點燙 但我覺得 Juple還是能夠拿來做很多用途的 這是一些reference 我通影片之後公開 大家其實也可以參考 蠻有趣的 有人說Juple怎麼去2.4 不知道2.4百萬 然後autoscaleJuple在AWS上 然後還有Juple 這是一個CMS Jungle是framework 然後還做比較 那還有Juple加NodeJs Juple加Docker Juple加Mongodb 其實很多 因為社群很多人想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Juple就發展的蠻蓬勃的 好謝謝各位 然後其實啊 今天Juple的戰 因為Juple台灣是一個社群 所以我們每次在做社群的不同的 每隔幾年的戰場就會交接 所以我現在 雖然我開始了Juple台灣 但是現在把Juple台灣做得很好 其實是Juple的戰場 那個其實他們也有來 像Chris Chris可以跟大家揮個手一下嗎 對好 就是其實感謝他 因為Juple台灣現在才可以 比較蓬勃發展 那每次聚會可能都有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其實大家可以一堆Juple人在這邊做 那大家可以在哪裡找到我們呢 就是每週三晚上八點 其實打開Hangout就可以找到我們了 那當然也有不定時辦真正實體的聚會 不過Hangout就是十個人以內 還蠻多Juple人的 有Juple的相關問題可以來 或是上FB 或是Juple台灣的網站 謝謝大家 那我們謝謝Jimmy精彩的分享 謝謝大家